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如何用 ipad 单层 你的单眼相机的一个无线的荧幕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装置是 那个富士的单眼相机 然后呢这个是 ipad pro 那我们采用的是无线的连接 你看哦 无线的荧幕 那除了只有连接一台之外他还可以同时连接 多台的 ipad 或者是 iphone 比如说我现在连接一台 ipad pro 跟一台 ipad 跟个 iphone 那同一个时间点 可以同时传给 三台 ios 的系统 当然啦你连接的越多的时候那个画面就会越顿 好那你连接一台的时候画面会更顺畅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介绍是如何 达成这样的目的 要如何将 单眼相机的影像 传输到你的 ipad 产用无线的方式 就是 让你的 ipad 当成你的单眼相机的一个无线的荧幕 好那首先呢我是利用他的 单眼相机的 hdmi 输出 这是 hdmi 线 那我等下把这个 hdmi 拉出来 然后把这 hdmi 需要转换成无线的就可以了好我先把 hdmi 拉出来 电源先打开来 好然后呢 我跟你介绍一个产品这个是我公司的一个产品叫做 usb 摄影机 无线路由器 他可以将 usb webcam 转换成无线的 然后呢让你的平板电脑来连线这样子 那但是他是usb webcam的格式 那他是 hdmi 怎么转呢 所以呢我们在透过一款叫做 这个 我们公司的一款 hdmi 的截取卡 然后呢将这个连接起来 你可不可以用市面上那种便宜的那种中国的那种 两三百块的那种截取卡 呃是可以用的但是他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会断掉 所以不太建议 那我们有测试过一天都没有问题 所以呢 将 这个 我们公司的 hdmi 截取卡 连接到这个usb 无线的路由器 然后呢 再将这个电源 他要吃电吗 那他是吃5福特的电 那这边是他的 micro usb的接口把他接上来 然后呢我电源我采用的是 行动电源 啊我我买这个比较贵 您可以买一般的那种商用的 而定电流是差不多是1安培2安培 的这种行动电源就可以了 就是一般商用的那种行动电源 好那把电源给插上去 好我现在给电了 好再给电了 现在电源给他 这样子 然后他串上一个这个 hdmi 的截取卡 然后呢再将这个 hdmi 的 讯号源给插上去 好 这时候呢我们打开你的ipad 好我们到ipad的这个设定 这边 然后呢连接这个 wifi 这边有一个叫做febom 带取 XXXX这个 ssid 然后零线 零线完之后呢 请你到浏览器 我用firefox 然后呢就打这个网址 10.10.1.1 8196 enter 好这样就有画面了你看一下 好像画面是这样子 ok 这就有画面了 然后呢你觉得这些东西 出门在外怎么办呢 你可以就用个收纳袋把它收纳起来 用这个包包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把它挂起来 挂在这上面 这样子挂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 出外的拍 那个风景的这个萤幕这样子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出去外面 那用单眼相机 拍外面的风景 ipad 当成一个外接的一个萤幕 当然啊除此之外 我们除了连接一只ipad之外 我们还可以分享给其他的朋友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拍鸟的时候 呃这个萤幕 只能分享这些人 我可以再分享另外一个ipad 给另外一群人来看这样子 好那我来设定一下 我们再准备另外一只ipad 然后打开来 一样到他的设定 跟刚刚玩法一样 然后呢连接这个 这个febom 的代取 叉叉叉叉叉叉叉这个 wifi 的名字 好这时候再打开你的浏览器 我这次用 safari 浏览器 一样是打 10.10.1.1 冒号8196 按 enter 那就有画面了你看 好这时候你看哦 这是分享出第2个萤幕出来 我们再分享第3个萤幕出来 好当然了你分享的越多 这个流畅度就会没那么好 最好的流畅度就只有分享一台 还有另外就是告知说 这是属于无限的方式 所以呢 这个流畅度啊会跟你四周围 环境的wifi 有关 如果你是周围的wifi非常非常多 那有可能被干扰 那这样子就没有 画面就不会太流畅了 还有另外我们这一款 这个该讲的这个 我们只有 ipad 当成萤幕 没有声音没有没有声音 那也不能錄影 也没办法做直播 就只是单纯的 让你的平板电脑 当成 萤幕这样子 然后呢 好处就是说我们在户外在做拍摄的时候 我们可以同时分享多台的萤幕出来 比如说那我们在 在拍摄鸟的时候在拍摄风景的时候 就可以 把这些影像分享给四周围的人来看 这样子好 对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